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昨天在全球自发的很多的战友们 进行上届游行 支持文贵爆料 追求法治中国、民主中国、自由中国的大游行 震撼人心 恰逢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政协和人大的每年的两会召开 同时进行 意义非凡 这是过去70年来 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 有民众自发的上街游行 追求法治自由民主的一次全球的行动 昨天这一天 给所有参加这个游行的人留下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任何人回忆过去的时候 你不可能每天都记得 但是任何参与昨天游行的人 昨天你一定会记得 终生难忘 因为这创造了历史 也创造了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人生中自己的伟大的历史 这是不可忘记的 这在人类的发展和文明创造法治自由民主的历史上 也是重要的一篇 大家不要用数量 也不要用规模来去衡量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14亿人民 如果给他们选择的权利 说你愿意支持这些人上街呢 你还是愿意支持北京开的那个两会呢 大家我相信都会知道答案 99.999都会同意 也会参与这场上街游行 正义大游行 法治民主自由大游行 为什么呢 北京所正在开的两会 他们讲的都是假话 说的都是假思想 追求 理想都是假的 当然了 一切都是假的 而且是非法的基础之上 而我们昨天所有的 战友们的上街游行 都是真的 而且所有干的事和理想 他都追求也都是真实的 这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 他们的假恶丑 我们的真善狠 这个真正跟他们的假上的差距 第二个 昨天他们的两会 和这几天的两会 他们是为了维护 盗国贼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 所有那些参加的代表 不能代表他们自己 也不能代表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民 而且当然他们维护的利益 都是恶的 而我们昨天所有的战友们 上街追求的代表 都是自发的 自己的 和绝大多数人民的 当然都是善良的 对自己的工作辛苦 和自己的子孙和未来老人 创造的财富和国家 都是善意的 所以说他们是假恶 我们是真善 他们那个丑那就不用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海外媒体 国内媒体一片沉寂 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分出来 谁是真正的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 谁是真正的关心中国未来和子子孙孙 和中国的法治民主自由的 那么通过昨天这件事情 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力 让我们看清了假恶丑 我们的真善不是善我真善行动吗 今天说真善行动 我们的决心 很也是决心 中国到了一个必须改变的时代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 没有任何人去支付钱 没有任何人去组织 在全球发起了这一个 即将形成全世界人民 这个燎原之时 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是我们昨天所有的参与的行动者 都是创造了历史 因为我们将得到14亿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而且大家也可以昨天看到 这些感动的时机 国内外这个震惊 听说党内 还有两会当中 互相传阅 他们是没有网络控制的 他们都傻了 说怎么会形成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多人上街 而且都是自发的 而且追求跟这个国家 所现在追求的 也是相一致的 国家不也是法制民主自由吗 但是人家这个追求 打盗国贼 党内的同志 99都是同意的 很多昨天都是党内体制内人 给我发信息 太多太多太多 都说昨天这个活动是震惊的 是创造历史的 说你们这个打盗国贼 不反中国 不反中国人 这太重要了 可以说这是党内九千万党 绝大多数人都呼声 他们说中国这几年真的是太荒唐了 无法无天 明目张胆 官不了声 民不了声 谁都没有安全感 昨天我们追求的法制民主自由的大行动 就是让中国人民都有安全感 无论是党员 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 这难道不对吗 感动每个人都感动 这一天将是一个伟大的一天 创造历史的一天 谁都无法改变 亲爱的战友们 你们太伟大了 文贵衷心地感激和感谢你们 而且你们要感谢感激自己 而且大家记住 你们是为自己而奋斗 为我们子子孙孙未来而奋斗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个3月3号的全球 这个原国爆料革命 反盗国贼 我们非常的成功 这几天来在国内 这个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给盗国贼造成了 心理上巨大的一个震撼 而且我们唤醒了很多在国内的同胞们 我们全世界所有良知有勇气 这个对国家和民主负责的 这些兄弟们战友们 我们发起了一个 我们过去百年来 华人从来没有的一个全球一致的 追求法治民主自由的 这么一个原国的大行动 开辟了新的历史 给盗国贼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的同时 也给我们所有的战友们 和支持法治自由中国的兄弟姐妹们 树立了信心 树立了信心 带来了希望 同时 也让我们找到了一条更好的 让揭发国内盗国贼 让国内的战友和兄弟们 尽早的看清盗国贼本质的 这么一个方式 这一次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真正的一次 中国人民再不愿意被蒙蔽 再不愿意被欺骗 再不愿意被控制 再不愿意被压迫的一个 崭新的一个开始 可以说是一个新世纪 那么在这两天来呢 我非常认真地看到全世界 政府民间知识分子媒体界的各方反应 大家不要看这几天的社会上的反应 大家要静下心来观察一段时间 但就这两三天来 这个我的观察和我所了解的信息 我想和战友们分享 有人提起在搞万里行援国行动 有人要求每周搞一次 有人要每月搞一次 我现在谈谈我文贵本人的看法 我没资格要求大家 我也没有资格命令大家 我只是建议 我认为是 所有的全球 支持这次文贵爆料 反盗国贼 追求中国法治民主自由 这个追求中国的喜马拉雅的 所有战友兄弟们 都要以正常的家庭生活 都要以自己的家人的安全 和健康和自由 为第一重要 任何人应该先保护自己的家人 老人孩子 自己的事业的同时 再来谈咱们追求喜马拉雅 任何人也不能怂恿别人 或者说去 用各种办法让别人去现身去当烈士 我在过去的一再的事情说 不能像盗国贼一样 让别人 爹妈有病不回家 老婆老公孩子不要 要所谓忠于他 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弥灭人性的 我们坚决反对 特别是这什么万里行 这万里行就把所有人的精气神 财力 全都给拖垮了 如果每周搞每月搞 那大家就没有正常生活了 而要随着这样的搞下去 大家出现各种不可控制的事件 也就增多了 我们必将给盗国贼受人一饼的这么机会 同时也可能被别人利用 我们今天追求法治民主自由的喜马拉雅目标 是一个没有组织 没有党派 没有个人利益 没有任何所谓的 党派之争 是为了14亿人民的未来 和14亿人民的 这个现在群体的真相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大家 我们应该大家一致行动 全球一致行动 而且是前提包括 不要伤害家人朋友事业健康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才一起行动 更重要的事情 不要让国内被绑票的家人们 朋友们 同事们 再受到祸害 我们这一次一定会成功 就是因为盗国贼他已经做到了头了 他们的未来非常不妙 是非常的不好 我们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非常美好 因为这是上天的使命 大势所趋 我们不必要去 再去付出同胞亲人家人的生命和自由 去争取 我有这个信心 看到这个北京两会上 主席台和下面的这些互动 表情和会议的安排 和被蒙蔽了 党内外这些人的双眼的人 现在他们的那种眼神 他们已经逐渐地在唤醒中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需要一些耐心 我们更需要智慧 我们未来怎么行动 会和所有的兄弟战友们 全球的兄弟姐妹们 在平静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一致得出意见 咱们在集体行动 特别是两会之后 我们要沉寂一段时间 根据两会的情况 我们在调整我们的 爆料革命的方式 但是目标不变 我们的前提是 不能牺牲战友和家人 和你们的家人的正常的生活 我强烈地呼吁 任何人都不要随便发起 现在这个刚刚的在百年来兴起的 这个全世界 有良知人们的这种热情和激情 我们可以激动 我们可以兴奋 但不可以冲动 我从小父亲母亲交给我的 早悲必早哀 早乐必早摔 就是过早的对事情放弃 这个悲观那你肯定就死定了 过早的对件事情 这个兴奋 这个兴奋 过早的就是说得意忘了行 你就会失败 这就是齐而福之福而起之 我们现在骑着马上山 我们要趴在马背上 不要掉下来 所以不要狂妄 得意不要忘行 这个当我们走下路的时候 不要趴在马背上 要挺起胸来 因为你趴在马上就会出流下去 希望所有的战友们 这个能听进文贵这个劝 你们的安全 你们的幸福 才是我们追求的未来的本质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 尊敬的战友们好 昨天啊 因为这个大家游行 这个 昨天我的团队呢 一直问我 说你不能下街 我说我不下街 不下街 他说你也不能在梁阳台上给他挥手 人家帮来一枪怎么办 我说不挥手 不挥手 大家看到昨天我录视频 10点45才锻炼完 锻炼完以后 我热热身大概就快11点了 这时候庄 小庄和沃婷他们给我的助手发信息 说他们12点半才来呢 然后呢我呢就马上把这个很多律师 逐天是周末 今天周一我们递到法庭的很多文件做公正 要签好多 我说帮帮帮签半天 这个时候呢 已经就将近11点40了 然后我说我回去我冲个凉洗个澡 我回去冲个凉洗个澡 然后呢这个这个 出来以后 我还穿着修衔装 我就问我的助手 我说他们现在都来了吗 他们来了 我们是六个保镖一组 楼上这个两个门口一个 另外那三个都在外围的 这个时候他们就给我报告人到哪儿了 到哪儿了 他们在推特上看 然后跟他们联络看 这时候我知道人已经在逐渐的聚集了 我也上推特看了看 这个时候说实的话我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我还是下去打个招呼 我到门口去 然后他说绝对不行 因为呢外围的团队我没有出去的计划 你就没来 他说那外边那四个人没来 我们几个是负责你这个的 那你让我们负这个责任 我们肯定不行 所以就在那块儿讲 在讲的时候我就想我得下去 我越看又不行 我们那个小伙子 小胖 唐小胖 在那块儿贴贴的镜头 还有那老大姐 在那个出去 腿脚不方便上车的感觉 还有全世界各地都说 准备上街准备上街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不上这个街 不去跟他们见个面 我不能飞去加拿大 但我在门口经过我要不去 我觉得我不是贪生怕死吗 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能说 去挑战盗贼集团呢 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能去给 全中国人民说要去追求法治民主自由 怎么可能 说我跟他们商量 我说这样我不让你负责任 我要下去 我就会费手 不行绝对不行 就过去你要下去 我们这就怎么着怎么着 说实他们美国人很认真 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人不能 我们给你签了合同 我们不能让你离开 离开我们负责任 我说那我现在签字 不让你负责任不就完了吗 就这说到半天 这时候 因为门口我们备用了三部车 平常都有 我说我下楼 我说我下楼 那这样 我就在门里边给他们挥挥手 他们说这也行 咱先说那往下走吧 这时候我们就下去 十二点十分 我就静过 就随便弄了双鞋 我就登上了 然后因为不用打领带 穿衣了 我就拿了个长袍 我就给套上了 我叫门口就着着手 他们就在门里边我们就下去了 这时候另外一个在外面观察的人说 他们已经到六十一街 我这块是五十九街 六十一街 六十一街 跨位街六十三街 他没说六十三 他还有一些人在他聚集 六十一街了 我说是吗 我就下定了 这时候三个人在旁边 我说你到那个街头上看看你 到时候几个人给我查一查 我就把这个人直出去了 这时候就实际上了俩保镖 在我旁边 另外外面的人和里边出去了 俩去看去了 我另外这个保镖 我说这样 你到这门口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疑行动 因为他到那个街去了 他们就出去了 车在门口 车上司机 我说这样你下来 你也去看一看旁边这事 就把他吃走了 就知道小口 我就上去坐上去 我从来没开我的防弹车 我帮击我就给发动了 他嗷嗷喊着我就转过去了 因为我太熟了 我直接转到六十一街 顶着了咱们那个 六十一波的 纽约顶锅的后面 车队后面 我这车门下来 我原来车没熄火 我就过去了 结果他们看到我了 下来的时候就慌了 刘先生怎么来了 结果一慌到车 他自己车他也没踩刹车 咚给装到车 车屁股散开花了 他一提到 哎呦这你怎么来了 我跟每个人拥抱 拥抱完以后 结果这时候 我们老陈告诉我说 这个 我这家庄呢 还有这个悟庭他们呢 那些人呢 他说在六十三街 我这得 我这没办法了 我就走过去 单行道 走过去从他走到六十三街 这时候给大家赶快拥抱 这小庄就过来了 大家看到视频 然后被发现悟庭 又找悟庭 这个时候 这保镖就傻眼了 这时候人走到街口的时候 我就看不行了 人家旁边告诉我 快走 我就赶快就走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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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到街口碰见了保镖 这保镖就不高兴了 哎呀给我挤大巴了 嗷嗷叫 说你这是 这完全是背心这个合约 你会把我们杀了的 再一个说 我们原来说不出镜头 所以说我们也没办法到这来 然后你跑出大街来 就差不多给架回去了 这就架 护着我走到六十一街的时候 我的车呢 还着着火呢 这保镖气疯了气疯了 最后把我从地下室带上来 然后直接带到我们旁边的一个办公室 哎呀我的妈呀 这折腾的我呀 哎呀 跟训孩子师母训子一样 说你看你 这个衣冠不准 因为我刚从这个 家那个那个 帕帕氏回来 这个脸上啊 晒着被儿黑 你说你的脸晒着被儿黑 你说你穿着这么个鞋 这么个旗袍就跑出来 形象完全糟糕 你哪配当领导人 你怎么可能搞政治 完全回来 这有多危险嘛 你这出去的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保镖外围人都没来 哇 这时候人都可出现过来了 然后人家提出辞职 不干了 坚决不干了 我说我再抱歉 我赔偿 那我说我必须见 我说我不见我怎么可能 我说我也不想搞政治 我也不想当名人 我也不想伤害你们 但是我得对得起我良心 我不能探生怕事 那么多人都是上街 要冒着家庭 这个国内的自由安全的危险 禁监狱的危险 我不出去怎么可能 跟他们解释 哎呀 最后他们 这样吧 郭先生今天先别说了 我们周一我们在研究 团队研究 我们和公司在研究 还有一个其他团队在研究 法律团队研究 你先回去睡觉 就昨天我到十点多的时候 最后一个发信息的时候 把手机给我抢过去了 想强迫我到安全屋睡觉 所以昨天我就睡了个特别好的觉 现在心情一下子 特别安静 全身特别安静 我一会又要开会 还有午餐 我说刚才呢 今天不断练 休息 给大家汇报一下 昨天是实在太美好了 我不后悔 我不让说我一辈子我难受 昨天我下去以后 我给大家拥抱了我心里踏实 我希望未来能到加拿大 塞班岛 日本 洛杉矶 澳大利亚 纽西兰 欧洲 到各地去和所有的支持我的战友们 各个拥抱 并和你们一起走上街 最后和大家一起走上我们盘古大观 龙头 天安门 我们一起拥抱 高唱开旋之歌 谢谢昨天所有的兄弟战友们 这是太美好的一天了 这是伟大的一天 历史的一天 谢谢 谢谢 回送 来 来 是 diye